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今天分享给大家 就是来到油堂这个商场 叫大半翼 这个商场我真是第一次来 它是靠近鲤鱼门 平时去鲤鱼门吃海鲜就多了 这个商场真是从来没来过 今天就来探朋友 它在这个附近 原来起了很多新的鲤鱼 来探一下朋友 它是带我们来这里吃东西 就来这间叫和平饭店 吃上海菜的 我们就吃些轻便的东西 根本都很饱了 坐下聊聊天 聚一下和好朋友 和平饭店 上海就很出名 原来香港也有两间 油堂这间 还有一间在深水堡 那间叫做Vwalk 商场里面 今天我们来这里 大家可以 看下 参观一下 比较一下 看看食品质素 环境 是否适合大家 要是适合的 有机会 便可以来这里 吃下 坐下 好 哇 叶有暖暖的 暖暖的 这个豆 不要了 不用了 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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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再加一杯 嘗嘗 一般热 为什么这些 不知道 为什么不够 热的 还有两只虾 有些筍 也是那些 但是唯一热 热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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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好了 美中不足 就是不够热不够 鲁包的型 也挺漂亮 整整齐齐 到小龙包 它有汤汁 有汤汁 真的有汤汁 真的有汤汁 不错 真的有汤汁 看有很多 流血了 流血了 可以拍给你们看 虧了 虧了 喝少了很多 小龙包真的可以的 亦有汤汁 亦有不错 唯一就是 如果再热一点就好了 可能我喜欢吃热 但其实很多东西 热也好 宁愿你慢慢 等它 吹一下它 没那么热 而入口 热得太热 吹一下它 接着放入口 口感是不同的 现在它又不是暖 比暖好些 但又不够 就是热热的 锅帖 有两个 正宗我们喜欢的锅帖 现在有些是 长方形的锅帖 嘩 哇 这一只 就是这些 皮厚厚的 底洞的 这些锅帖 就是我最喜欢的 正宗我喜欢吃的 现在外面买的 有些是长方形的 锅帖 有些的皮 就不是这些 这样的皮 对吧 这些是烟硬硬的 那些 有些的皮 真的 我不懂形容 都不是这种 皮的锅帖 哇 这些 我想辣鸡美食 我想都 很好吃 试试 先试试 哇 刚才一咬的水 冰出来了 哇 大哥 浪费了 很多汤水 不错 哇 很香 这个锅帖 真的 煎得 够焦脆 这个锅帖 你看 会不会有些朋友 觉得焦脆 不喜欢呢 不健康 对吧 不要紧要 间中吃一餐 哇 高力豆沙 这个是什么面 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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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骨在哪 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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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骨很香 OK 味道真的很足够 它这个不是很稠的 汁水 不同 有些是很稠的 它这个是稀稀的 但是都可以的 味道很足够 很重 很香 到猪扒 OK 猪扒 猪扒 很脆 很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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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弹 如果这个猪扒 就叫合格 一般 不是很好 好 好 如果说真的 这个面 这个淡淡面 汁 這個湯 雖然好像稀了 但是味道 刚好 至少吃下去 不滑 它调味 花生醬味和微微酸酸 我挺喜歡這個淡淡麵的味道 譬如有些地方淡淡麵的汁醬比較濃 比較稠的味道 味道很濃的 那些有那些好,但這個味道真的不錯 不會漏的,那些吃多碗都會漏的 但它又沒有碎的花生 有些有碎的花生 原來是有花生粒的 吃到最後,不過很少 有花生粒,原來是有的 好了,最後了,甜品 這個我最愛的高力豆沙 高力豆沙,很棒 哇 哇 哇 嗯 哇 哇 它這個高力豆沙好像不夠泡 不夠舒服 皮好像單薄了 不同我平時吃的,嘩 很鬆泡的,咬下去 很可愛,很舒服 這個又是可以合格 吃不出那些感覺 今天就分享到這裏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比較一下 好了,拜拜 祝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拜拜